我跟金圈太子爷从小一起长大 打小就是我欺负他 到处哭着找妈妈 后来我妈听了什么狗屁大师的话 说我这辈子只能怀上陆成的孩子 两家本就是石胶 所以为了让陆加油后 我跟陆成结婚了 他总觉得这话是说给他听的 我是在侧面表达我自己的情绪 是想告诉他 在他俩的这段婚姻里 我努力过 付出过 到时候他还要是离婚的话 就别怪我不留情面 他讲客气 顾语师 到底我都懂 可我就是不甘心啊 他信尊的拍拍屁股 把婚姻离 转眼就跟小年轻结婚 可我呢 我这几十年的青春 我为这个家庭 为他的付出又算什么 难不成我还能去找个小年轻不成 我说 可能啊 俗话说 女大三到金砖 女大三是送江山 小姐你也可以找小年轻啊 电话那头 女人扑斥一声笑了 顾律师 你这人情商高 可以相处 特别轻松 我就爱跟你说话 我说 我这也是哥小姐你这里学经验 床上 弄成的脸一下就黑了 感觉我接这些离婚案还真是联手 这个拼命的挣钱 是在给我以后的小年轻打江山 顾律师 你还年轻你不懂 我和我家老曾 男生二十来岁就认识了 他说他什么 对方的青春日上来了 我就在这头认认真真的听 感觉脖子有点不舒服 我就拿着手机趴在床上了 趴下去后 还捂着电话看着陆成 小声说 客户 在哪离婚呢 我先安慰一下 陆成淡漠的瞥了我一眼 继续看着手里的数 结果这客户一聊 就从三十年前 他和他老公怎么认识 怎么陪他打拼 做了几次月子 生了几次娃说起 从八点多说到快凌晨一转钟 说到我不知不觉 他在床上睡着 中年女人还在说 他这么多年不容易 陆成却一直都没有睡 差点都听崩溃了 此时此刻 才深刻的体会到 我不爱哭 我话少是多大的有点 要不然 他分分钟能被逼疯 边柜上的复古大钟 时针和风针 刚刚到十二点的时候 中年女人这才常常呼吁一口气 顾语诗 让你听了这么一个晚上 真是蛮为你了 时间不早了 我明天还要上班 你早点歇息 拿起我的手机 陆成淡淡道 嗯 电话那头 女人只顾着发泄自己的情绪 大根没注意到 和他说话的是男人 又和陆成唠叨了两句 才终于把语音挂断 把我的手机扔在一旁 看我就正趴着睡着了 在想想我回来的时候 反而他胳膊一脸笑着说 陆成 声音就呗 陆成的脸色就臭得不要不要了 每次都给他画顶 等他动摇了一下 我就把他晾一遍不管 心里气不过 所以我的腿不小心碰到他的时候 陆成冷不定就把我踹开了 关掉屋子里的灯光 不动声响在我旁边躺下去的时候 只见我像猫似的往他怀里钻了钻 嘴里还喃喃嘀咕 陆成 嘴压 每道关键字 陆成就听不清我在说什么了 不过那语气不是什么好事情 陆成 我在 淡淡地应了为生 陆成帮他把被子往上拉了 夜很近 床头的小夜灯散着久违的生活气息 陆成缓缓响起了一些过去的事情 陆成 你比我更贱 要是没有这些 没引路假 我能跟你到这一步 那些话 他把我一见耳光 往事不看回首 陆成关掉床头的那盏小夜灯 就把眼睛闭上了 第二天早上 我睁开眼睛醒过来的时候 陆成已经在落地窗那边穿好衣服 已经在系领带 看陆成已经说是好要出门 我睡眼浓浓地说 陆成 今晚把上个星期的补上 昨晚是想把正式给办了 结果自己怎么睡着的 我都不记得了 没有理会我 陆成套上西装外套就出门了 到了楼下 夏成和司机已经在外面等他 上了车 接过夏成递过来的资料 陆成没什么情绪的问 可见晚上怎么回事 副驾驶是 夏成转身看着陆成汇报 叶秘书他妈妈昨晚犯病了 现在都处理好了 他弟弟暂时帮他安排在老师家住 不紧接着 夏成又说 叶秘书的情况好像不太好 你多盯着一点 好的Boss 对了Boss 法务的转接手续已经办好了 以后公司的法务由朝阳路所负责了 陆成怨恋嫌弃说 他只打离婚案 为什么公司反 以后法务的事情 都经我这边一道 夏成说 我明白了 Boss 别说那头 我收拾出门之后 直接就奔法院去了 我今天有个案子开庭 仍然是陆成看不上眼的离婚案 我手头 除了陆氏集团的项目 剩下的几乎全是离婚案 或者一些扯皮拉筋的迷失案 尽管早上出门的时候 已经叮嘱过陆成 让他今天晚上要回来 陆成却压根没放在心上 我忙完工作回到家里等到快睡觉 陆成也又回来 后来的几天 他也又回来 直接采取了过期作废的方式 周五这晚 和沈黎他们一块 跟几对嫂吃完饭 陆成正准备让司机 把他送回玉林湾时 夏成心急火燎的敲开了车窗玻璃 Boss 叶命数出事了 与此同时 家里 我加完包回来 江嫂就兴冲冲的跟我汇报 少夫人 少爷刚才打过电话回来 说今天等会回来 江嫂知道 她是不好意思直接打电话告诉我 所以给家里打个电话 把包递给了江嫂 我笑着说 行 那我先上去收拾一下 然而 我把自己从头到尾洗得香喷喷 还穿了新白的睡衣 却等啊等 迟迟都没有等到陆成回来 眼看都快十一点了 陆成还没有回来 所以没有心情工作了 他大把手中的案件资料拥在桌上 拿起电话就给夏成打了过去 夏成 陆成他怎么回事 不是说要回来的吗 电话打给夏成 我也是无奈之举 因为结婚之后 陆成不接我电话了 有什么事情的话 都是夏成在中间传达 夫妻坐到这个地步 我挺自嘲的 电话那头 夏成说 少夫人 Boss这边再处理一点事情 停顿了一下 夏成接着说 今天晚上可能回不去了 你还是别等了 夏成说陆成不回来了 我怕他把电话挂了 你不回来可以呀 可你别打电话通知家里呀 给人希望 又给浇一盆冷水 这办的是什么事 啪 我早都洗了 衣服都换了 结果最后不回来了 再这么下去 我真怀不上孩子了 而且这日子一天天又过得快 前不久绝的还有一年 眼下就只剩十来一月了 心里不太平衡 我拿起手机 这个陆锦阳打了过去 锦阳 你回来了吧 你帮我查查看 看你哥今晚在忙什么 电话大头道 没问题 给我三分钟 陆锦阳是陆成的堂弟 也是我和周的同学 在我和陆成两人之间 陆锦阳是无条件 死心塌地地站在我这边 没多大一会儿 陆锦阳的电话就回过来了 听着陆锦阳的汇报 我的脸色渐渐冷沉 最后浮出一抹自嘲的笑意 我还以为自己能把陆成留住呢 听房里 两手抄在裤兜 陆成看月初还没有醒过来 他从兜里拿出左手 看了一下腕表 他已经快零点 他脸色不太好了 一旁 夏成小声到BOSS 少妇人刚刚打电话过来了 要不您先何去 叶秘书这边我看着 左手再次揣进兜里 陆成轻呼一口气 叶秘书突然里面醒过来了 急经挣扎和适应 他睁开眼睛 看到陆成的那一叉 苍白的脸 脸圈一下就红了 泪眼浓融地看着陆成 他哽咽地喊了他一声 阿成 陆成的脸色却比刚才更加阴沉 夏成健壮 则是带着些严厉说 叶秘书 你太糊涂了 要是今天发现晚一点 你绝对回来了 夏成说完 叶秘书的眼泪瞬间夺垃出 两手撑在床上把自己支起来 他看着陆成哭着说 阿成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不是想另一天麻烦 只是想到我家以后的日子 感觉看不到头 我才一时想不开的 我了一把眼泪 他又保证 我也会不会犯糊涂的 不会再干傻事的 吃了小半瓶的安定 要不是夏成安排的终点 工发现的及时 他这次估计真没了 垂毛看着眼泪驼缩的叶秘 陆成诞生说 你以后的生活不会那么艰难 你不需要想太多 叶秘他爸前千年车都没了 他妈妈的精神状态就不太好 他还有弟弟才九岁 要说生活没负担是不可能的 但他在陆氏集团的工资并不低 而且和陆成还有这种关系 陆成是不会不管他的 再不济也会让夏成帮忙打理他的生活 陆成给了承诺 叶楚抬手抓住了他的手臂 仰头望着他 成 你不会不管我的对吗 你会帮我的对吗 看叶楚像抓住救命稻草 似的抓着自己 陆成右手在裤头里动了一下 最后却还是没有拿出来 没有把叶楚的手拿开 他低头看着他说 有什么事情 你可以直接找夏成 夏成赶紧在旁边补充 叶秘书 Boss最重情重义 他不会不管你的 你以后任何事情都可以直接找我的 他对Boss有救命真 他生活上的事情 Boss肯定会帮他的 他能够在秘书办 也是因为这层关系 主扑俩的承诺 叶楚缓缓把手从陆成的手臂拿开了 他说成谢谢你 又看向夏成 夏助理 给你添麻烦了 陆成在病房待了一会儿就回去了 这会儿已经凌晨一点 本来是想回玉林安 但是想到上次在城老宅 惹我不高兴 我被对他睡了一个晚上 这次回去多半也是同样的情况 陆成就打消了回去的念头 当夏成把他送回另外的住所 医生让叶楚在医院住几天观察 陆成偶尔还是去看了一下 毕竟他变成现在这样 多多少少也和他有关系 陆成这几天的行踪 我是知道的 早已司空见惯 便只在心里自嘲地笑了笑 没再把陆成的承诺当回事 你再盼着他回来了 心凉了 也就那么回事了 前海云内独去不医了 昨日陆成这几天都去医院看叶楚 好些日子都没有回家 他直接在家里骂了起来 那个小狐狸精 十有八九十苦肉计 他就是看成和男生的关系好转了 不行 男生不管 我可容不了他都天作地 说吧就让司机把他送去玉林湾了 所以我下班回到家里时 一眼就看到 亲海云轻呼呼地坐在客厅里 一惊 我把包地给了小佣人 看着亲海云问 妈你怎么过来了 我的声音传过来 亲海云连忙从沙发上站了起来 我再不过来 成他就不是你老公了 我一笑 妈没那么严重 尽管我心态好 亲海云也没有给我感染 拉着我把叶楚骂了一灯后 他就给我递一张支票 看着亲海云递过来的支票 我半解不解 从一个问 妈你这是什么意思 亲海云说 叶楚这么粘着成 不过是想从路程身上捞一笔 他要钱 咱们娘俩给他就成了 所以男生 你把这张支票拿去给他 让他带着他妈和弟弟离开A市 要不然他休想从城那边捞到一分半毫 看着亲海云那张2000万的支票 我哭笑不得了 亲海云平时挺聪明的一个人 这个时候怎么算糊涂呢 妈 我要是这样去找叶楚 那是把自己往火坑里推 他不会拿着钱 不会离开A市的 我如果真拿着支票去找了叶楚 那就是把自己往死里做 把自己和路程离婚的事情 提前提上日程 我孩子都还没有怀上了 亲海云确说 男生 这是你说我的 肯定错不了 你先去把支票给新叶的 我后脚再去找他 他肯定顶不住压力的 不然他到哪去挣这2000万 怎么养他妈和他弟弟 我说妈 这是 我话还没有说完 亲海云打断了我 男生 你这孩子就是太实诚了 信业的花花肠子多 你玩不赢他的 看亲海云情绪大 我便没再和他讲道理 不是我玩不赢夜处 而是路程的心不在我这里 我手脚越多 反倒输得越惨 因为裁判的心都是偏的 男生 亲海云再次喊了我一声 我回过神 接过他的支票 行 那我跑一趟吧 亲海云正坚持 我只好顺着他 要不然让他先出手 事情只会用得更难看 那我大了 对他和路加路一声都不好 收了亲海云的支票 我第二天就约夜处见面了 他非听你 我也没和夜处多说什么 只说让他拿着钱 带他妈妈和弟弟离开 夜处则是顶着一张煞白的脸 一声没坑 然而等到了中午 下诚的电话就打回来了 少夫人 包子让您下午有时候来公司一趟 接完电话 我无奈的笑了 路程为什么找我 我几乎也猜到了 果不其然 但那小时候 我打开路程办公室房门的时候 就看见夜处 委屈巴拉的站在他椅子旁边 不紧不慢地走了进去 只见路程冷着脸 将上午那张支票摔到我跟前 这是你给他的 路程刚把支票摔出去 夜处便委屈地解释 男生 我和路程不是你想的那样 你真的误会我的吗 夜处一副受害人的模样 我理都懒得理他 不如其实拉开路程对面的女子 慢慢精心地坐了下去 翘着二老腿笑道 怎么着 你的小松头看不上 要不你多两千万倍 我让人把离婚协议起草出来 我成全力啊 我都不以为然 路程直接黑了脸 一旁夜处也诧异了 看着我小声道 男生 这才两千万 我是顾家大小姐 再怎么着也不可能 因为两千万离婚 这时我才抬头看向夜处 淡淡地笑说 你和他请笔金尖 我和他就指这点 那次在老宅 他宁愿去洗手间解决也不碰我 还有放我鸽子陪夜处 这次又为了他 当面质问怪责我 这样的事情已经发生过太多 就算再好的脾气和耐心 我也有欣慰 也有想放弃的时候 这次给夜处支票 我也做好了 大概一架的准备 做好了路程 进体发挥的准备 我的轻调淡写 路程看着我 心脏突然狠狠抽了一下 盯着我看了一会儿 他转眼看了夜处一眼说道 夜处 你先出去 路程让他走 夜处便交代道 阿诚 男生他不是故意的 只是有点误会 你别和男生吵 好好解释一下就没事了 夜处说完又劝了我两句 这才离开了路程的办公室 走廊里 夜处关上房门转身时 不禁回头看了办公室一眼 他没有告诉过任何人 他很羡慕我 因为只有我才能记起路程的情绪 才能让他在意 尽管只是生气 办公室里 间房门关上了 我抬手就把路程 刚刚摔在灯前的支票收了起来 路程健壮 抬头问你真不想过了 又抬起头轻轻吐一口气说 路程 对于你 我已经很努力了 言下之意 到底是要离还是要火 全凭他路程一句话 我绝不挽留 绝不脱离带水 其实这两年来 路程如果真把离婚血液摔我脸上 真铁的心要离 我也不会抢求的 就算以后当不成妈 生了孩子 就算我曾经很喜欢他 人活着 多少还是要一点尊严 能死去白赖一阵子 可你不能死去白赖一辈子 我淡淡的武器 淡淡的自聚 路程突然不接招了 他说我等一下还有会 我让夏成送你回去 我落落大方从椅子上站起来说报 我自己回去就行了 夏成却一根筋 路程让他送我 他就死活虽要送 我被他整个哭笑不得 就把车钥匙扔给了他 那你开我的车吧 等一下自己打车回来 接过我的车钥匙 夏成打开车门就上车了 片刻后 车子启动了 夏成双手握着方向盘 转脸看了我一眼说 少夫人 其实Boss和叶秘书不是你想的那样 前些日子叶秘书家里出了点事情 他自己也不太好 所以夏成话没有说完 我打断了他 你老板都不怕我误会 你气他瞎着急什么 Boss他是不好意思了 不好意思 我笑了 那就让他继续不好意思呗 少夫人 真不是你想的那样 夏成 你这么解释 那我心里更不好想吗 然先吧 我还以为他是情人 你老板才对他好 结果你告诉我 只是普通朋友同事 那你老板对我这老婆 还不如普通同事和朋友 夏注意 你这是在往我伤口上撒人啊 我得几句风趣 夏成被我对得哑口无言 再次看了我一眼 看我脸上酸负在意 但眼神却黯然自嘲望 夏成便说少夫人 老板对应艺术照顾 是因为三年前 夏成话还没有说完 我包里的手机响了 客户打过来的 我便接通了电话 为张总 我的电话一接 客户就开始诉苦 然后就没外面了了 夏成想告诉我的那番话 就被硬生生的堵回去了 只不过 想着我刚才一口一对你老板 夏成明显的感觉到 我和Boss之间又一眼一点了 我连Boss的名字都不喊了 哎 十多分钟后 车子停在绿索楼下 我接着电话和夏成道理戏 然后接着电话就上楼了 这天晚上 渡成回月银湾了 我去出差去了 后来连续三天 渡成都回家了 我却连续三天都在Boss出差 连续三天又回来 这一回 渡成也算体验了一下 独手空房的滋味 直到周北六下午 大火都放假了 我才从Boss出差回来 一回来就回律所加班 律师这份职业 很多时候是没有做习规律的 整理着手头上按键的资料 我把时间都忘了 放缆的时候 我妈打电话 喊我回去吃饭 我都没有时间 左手拿着刚刚整理出来的资料 右手按在肚子上面 那股隐隐作痛的感觉又来了 今天下午坐高铁回来的时候 肚子就开始翻腾了 轻轻揉了揉肚子 我没把这点事当回事 继续走路按键 只是接下来 肚子比刚才越来越疼 扛着我腰都直不起来 浑身无力 额头直冒闻汗 后来实在扛不住难受 拿起桌上的手机 就给周北打过去 小鬼 你睡了吗 电话挂断没多久 周北北一头短发 穿着暗色花衬衫 急急忙忙的过来了 都病成这样了 怎么才想到找人 说爸扶着我就下楼了 十多分钟后 两人到了医院 医生说是急性肠胃炎 还挺严重的 给我挂了药水 虽然办了住院 病床旁边 周北看着脸色大白的我 沉着脸殉道 人都休息就一次休息 公司是你家开的 钱都进你口袋了 我无力道 我休息也没事干呗 想到路程这阵子和夜厨 越来越过分 宿舍的风雨风雨 都到我这里来了 周北真懒得骂我了 生活不顺意 总没找个发泄方式 这会儿 两人很默契的 没有通知路程 也没有告诉家里人 只是到了第二天 我住院的消息 还是不进而走 家里人还是知道了 大早上 顾秋华和赵志秋就来看我了 老到了一早上 我解释 说是出差的时候 吃坏了肚子 敷衍了一下我爸妈 当了一下乖女儿 我就把两人治走了 这时 周北则是笑说 女妈确实都老套 我说也是没看她哭的时候 两手揣裤兜 周北脸上的笑意 有些羡慕了 其实这样挺好的 我想被唠叨 想被我妈一把眼泪 一把鼻涕的教训 都没有机会了 我刚坐回床上 病房的房门再次被推开了 抬头一看 还是陆成过来了 我惊讶地问 你怎么过来了 今天不忙 陆成冷轻轻地看着我 没好气地说 大周过着我忙什么忙 陆成的不耐 我看着他不说话了 以前的时候 他可不是这么说的 盯着陆成看了一会儿 我转脸看向周北说 小北帮我倒给他杯水 我的客气 以及我刚才的令我惊讶 仿佛陆成不是他的丈夫 而是很久没见的朋友 行 答应着我 周北转身去冰箱 拿了瓶矿泉水 递给陆成说道 陆少爷 喝水 陆成没接 冷脸看着我问道 周北是你老公吗 昨天晚上 他在家里等了我一夜 结果还是今天早上 听陆锦阳说我病了 住院了 所有人都知道我病了 都来看过我 就看陆成不知道 陆成的责问 我笑说 还不是怕给你添麻烦 陆成只要能发发善心 跟我生的孩子 我就歇天歇地了 那还指望其他的 陆成的脸色就更加阴沉了 你别阴阳怪气 自己是好生好气跟他说话 陆成还不依不饶 我也不得来气了 但也没跟他一样赶着脸 只是好笑地说 陆成 你经过当丈夫的义务吗 你这会横什么横 陆成说 我没进 周北能进 陆成这么说周北 我瞬间变了脸 说道陆成 你确定要跟我告 平日里 陆成怎么说我 我都不计较 但他不能说周北 而且他们这样说周北 是在接周北的痛 看着我的维护 陆成正要开口时 周北两手揣裤兜 往前走了两步 冷轻轻地开口道 陆成 你这个时候知道骂男生 男生需要你的生活 你又在哪了 不等陆成开口 周北又说 是 男生昨天晚上是没有打电话给你 那你知道他为什么不打电话给你吗 那是因为他去年车祸并打电话 但你过来签字 你挂了他的电话 他后来在医院住了十多前 你都会去看过他 我去年出过车祸 陆成的脸色皱变 不由得震惊了 可是一年了 我提都没跟他提过这事 一时之间 陆成的脑海里都是我平时那样的 每次看他 我都是一脸不小 只要自己不逼及我 才有底线 所以他怎么说 怎么甩脸色 我总是三洋洋雨把干大化解了 去年那回我给他打电话 他是有印象的 他当时在开会 后来让夏成就我回电话 我说没事 再后来他就出差去了 看陆成变了脸色 自己把憋在心里的话也说出来了 周北便拍散我说 男生 那你先休息 我晚点再过来看你 周北一走 我看陆成还冷了脸不吭声 我挥出了平润的丛容 行别摆了脸了 给我这么省心的老婆 你应该偷人恶才是 说吧 又和陆成说道 不过以后别拿小说事 很多事情你不知道 你这样是在接我的伤疤 拜托人说说了不行 我整个人更不能说 我的不以为然 陆成抬起右手按住我的后脖子 猛的把我拉到他跟前问道 你还有用心 他低头看着我 想让我在一件事情上面吃过亏 以后再就绕着弯子走 绝不在沾染的倔性子 陆成忽然一样处不过 似乎是在担心 他每天会成为我要绕不去的弯 陆成的问话 我好笑离笑 我没心大怎么活 又到我哥这生病 你空手来看我就算了 你还冲我白脸色 陆成你好意思吗 我轻聊淡写几句调笑的嘴怪 陆成缓缓把我的脖子松开了 用手轻轻扶在我的脸上 他问那么大的事情 后来怎么没告诉我 这是要搁在其他女人的身上 肯定要拿出来念了一辈子 翻一辈子的旧账 我却半句不提 身上穿着条纹病服 我不在意的笑笑说 都过去了 再说也没受什么伤 我越是轻聊淡写 陆成就越心无盲刺 两人关系在不济 他也是我的老公 右手拿在陆成的手腕上 我正要把他轻扶在自己脸上的手拿开 陆成稍稍用力 到我站得更近了 身子亮翔的往前撞了一下 我身子紧紧贴着陆成了 看他眼中似乎还有深情 我抬起自己的双手 搂住他的脖子 说想明白 想生孩子了 陆成说你脑子里 真有其他事情 我说生一个呗 不然这日子多无聊 陆成说不生 我点起脚 用额头蹭了层陆成的额头说道 生一个 生一个呗 陆成眼中有笑意 只说道不生 我自己都还是孩子 都没把自己的心搞清楚 生什么孩子 两人正暗夜的时候 信房的房门突然再次被推开 秦海云的声音 风风火火传了过来 男生 你怎么好好的生病了 屋子里头 两人迅速松开对方 门口那边 秦海云顿时弄住了 因为两人看了好一会儿 他在不确定的开口 你俩是在打架 还是在亲热 我不接茶 自顾自的问 妈 你过来了呀 我一开口 秦海云就忘了自己刚才的问话 回我说 刚听简阳说你病了 我马上就赶过来了 爷爷奶奶也要过来 我没让 我说就是吃坏东西 打两片针就好了 我刚说完 护士便拿着药水过来了 病床旁边 秦海云拉着我说话 陆成就在旁边 给我俩消水过 聊着聊着 我不知不觉 坐靠在床上睡着了 一旁秦海云心疼的说 都病瘦了 紧接着 又转脸看向陆成说道 陆成 你把叶楚掉给我掉走 掉得越远越好 最好别留在A市 陆成给我贴了半个橘子 我和叶楚没什么 妈 你怎么老和他过不去 我不是跟他过不去 我是怕男生心里不好想 怕他难受 要不你自己换个位置想想 要是梁州回来了 要是他成天 跟在男生身边绕着转 秦海云又小声说 既然都和男生结婚了 你就该把心收收 就得和其他女人保持距离 而且儿子我告诉你 新叶的没有表面看得那么简单 你别被他闷骗了 总而言之 除了我 秦海云看里的小姑娘都不顺眼 陆成淡淡道 我对他没那个想法 秦海云说 那你还是会把他调走 没有上回我让男生去给他支票 那小妖精居然把支票给了 看来还是男生看得准 说我这么出主意 是把他往火坑里退 现在一想 确实是我低估心业的那公样了 陆成扭头就看向了秦海云说道 支票是你让男生给业处的 他是觉得我不应该会这么做 他以为我是故意恶心他的 结果是他妈在背后出的主意 关键他把支票摔给我的时候 我提的没有提起他妈 他回病床上了我 很多时候陆成定量 我能跟他闹 能跟他吵 能像其他女人一样 这样一来 他还好想一点 我总是那么大方 只让他觉得自己可有可无 秦海云说那可不是 那还是我的私房钱 后来秦海云继续牢当的时候 我问你今天不忙 以前他总说忙 所以这会有时间 我还挺诧异 回答着不忙 陆成又问 支票是妈呀你给业处的 怎么没告诉我 问我话时 陆成想起我那天还说 要不他给我两千万 我让人把离婚协议起草了 到底是心里话 还是玩笑话 陆成也没底了 陆成突然提起支票的事情 我一笑说 谁给的不都一样 告诉他了又能怎样 指不定他心里早就知道是怎么回事 只不过装糊涂吧 我的满子在乎 陆成就这么盯着我看了半晌 然后冷着眼说 你要是真想把日子过好 真想生孩子 而不是因为在表面上讨好我 没有用心的努力 却不算努力 陆成这么说 我更好笑了 我说家都不回的人 还教我怎么经营婚姻 陆成感觉到自己被内涵 清了清嗓子 他语气柔和了很多说 不是答应过你 一个星期回去一次 我说别 总共就守了一次约 只是我就当没听过了 喊我回导斩演戏的事情 他也别吐下一次了 陆成说连本带立的给你补上 陆成沙哑但慈性的音色 出奇的好听 好言好语 跟我说话时就更好听了 行啊 我这回开心地笑了 不过我立息说得重 陆成面露嫌弃 抬手捏力把我脸 谁把你的小心思刻在脑门上 我没挑明 陆成也知道我是想要孩子 我屁股往他那边挪了挪 两手搂住他的脖子 你就不想尝尝 生孩子这时候我确实挺执着 我勾然的眼神 陆成面不改色 不想 我不相信地说口是心扉 说着我往近凑了凑 结果刚亲上去 病房的房门被护士推开了 一旁陆成笑了 不仅不断从椅子站起来 他两手揣进裤钩 唇龙看着我道 你不躲呀 我白歇的腿从被子里面伸出来 不客气地踹了陆成一脚 门口那边 胖护士的脸通红红红了 查完体温 抽完血 我还是在发烧 严正引入退下去 还得继续打针观察 下午的时候 陆景阳过来了 陆家和顾家的几个表弟妹也过来了 大伙来看我的时候 陆成就在旁边安静地招呼着 偶尔会接一下工作电话 到了晚上 病房终于安静 这时我洗漱好 正准备睡觉时 和陆成拉开旁边的椅子坐了下去 我被往旁边挪了挪 开了开左边的半张床说道 给你挪了位置 陆成看了我一眼 淡漠地问道 不睡吗 我哭笑不得说着 我又不会吃了你 陆成说 我还真怕你不吃了我 别梁上架着那副金丝眼睛 陆成思维又脾气地帅 确实很勾人 只是我内地越明显 陆成就越不想让我得逞 我说 我这病人在 心有力不足啊 放心吧 不然你在旁边坐着 我也睡不着 陆成说你上午和下午睡得都不错 我说别抬杠了 我什么都不干 你上来吧 我再三个保证 陆成才不温不火 拖到衣服上床了 答应了陆成不服来 所以陆成上床之后 一碰都没碰他 结果陆成一个翻身 把我从身后抱住了 我转过脸 这又怎么回事 不是不让我碰了吗 我正要开口问他 陆成低沉的声音悠悠地传来 并瘦了 都小了一圈 陆成说话的时候 落手正握在我 我没有把陆成的手拿开 一脸像的说 你喜欢大的呀 那我去容个FB 保证你一只手抓不住 陆成又站了一下皮银说 对假的没感觉 我后背往他怀里蹭了蹭 那等我出院了 应该还能长点回来 陆成下巴搁在我的肩膀上 脸贴着我脸说道 睡觉 我手指向后爬过去 这么好的氛围 不做点什么可惜了 陆成哭住了我不老实的手 我还没拿你怎么着 你就把持不住了 我转眼看着他 你都这样了 我还能没感觉吗 我拥有功能障碍 陆成说信不信 我把你从窗口扔出去 我狐一地看着他说道 陆成 我怎么觉得你是故意的 故意让我心疼疼睡不着 睡觉 另另着我 陆成把我抱得更紧了 我嘴上叫了熊 结果多没大一会儿 陆成还没有睡意 我就开始打小嗦咕了 一个星期后 直到血液检查恢复正常 我就办理出院了 陆成过来接我的 直到家里洗了个澡 换上自己平时穿的睡衣 我总算恢复元气 整理着头发 从洗手间出来时 陆成说 沈家老爷子周六大寿 请贴昨天送过来的 我说老爷子今年七十了吧 老年散生的时候 他们也都会过去 陪老爷子热闹一下 嗯 硬了我一声 看我走近了过来 陆成抬手看了一下我的窝头 还有牛奶不舒服 我两手搂在他脖子上 勾起红唇道 你关心我 陆成自然地握住了 我纤细的腰质问道 不喜欢吗 我说喜欢 说完我笑意更浓了 喜欢得很 说爸点起两脚 就吻上了陆成的唇 这几天 两人的气氛不错 我一直都在琢磨 吃热打铁法是淡了 陆成没有推开我 揽在我后腰的手臂 稍稍用力一收 撞上陆成的时候 我下意识地叫一声 叫得很暧昧 陆成的唇很柔很软 稳气很高超 我搂着他的脖子 下巴搁在他的肩膀上 以为马上要进入正体 陆成却突然咬着我的耳朵 吐着热气 低声提醒 你姨妈来了 一开始我还没有反应过来 心想我姨妈这阵子出过理由了呀 下一秒一直到陆成指的是立架 我松开陆成 拉着自己睡一往后有同一看 只见屁股出真有一心红 一时之间我哭都哭出来了 我好不容易的机会 抬头看了陆成一眼 看到若无其事拿起书坐在床上 我算是明白了 他早就发现我立架来了 刚刚是故意聊我好玩的 于是咬牙说 躲得过初一 已躲过十五 陆成抬头 还不去换衣服 他不愿意 又能拿我怎样 他要是想要 我也跑不掉 这场游戏决定权在他的手上 两手挠了一下头发 我转身又回洗手间了 大姨妈来了 我也老实了 尽管陆成这几天都回家 我也不撩了 一心扑在工作上面 这会儿 陆成算是把我看透了 没有目的的时候 我话都不断说 而且凭日除了聊他 我所有的时间和精力 几乎都放在工作上面 尽管只是很普通的小案件 我也十分认知用心 陆成放下了手中的书 我说马上搞完 你先睡 小破律师 比我还忙 说吧陆成 你把放下去的书拿起来了 小破律师也得尽职尽责 过了好一会儿 陆成继续看着书时 我突然窜了过来 抬腿跨坐在他的身上 陆成淡淡地看着我说道 你一挖走了 你就往我怀里蹭 我说 没走我就不能往你怀里蹭 陆成再次放下手里的书 两手轻轻握在我的腰上 陆成我说道 有事只说 我说没事 我就是心情好 今天接着个大案 我这么清醒的撒娇 陆成心软了 以前的时候 我爱这样的那红脑 就这么抱着我 听我说着工作的事情 直到我来了睡意 陆成才关了屋子里的灯 我们很久都没有这么平静的聊过天了 周六 沈家老爷子生日这天 我还在见客户加班 下诚打电话给我的时候 我才从客户公司出来 准备回家换衣服 等到了楼下 陆成的车子已经停在路边了 前些日子在医院 周北骂了他一顿 亲海员说了支票的事情 我笑道 德信 六点多 两人到达酒店的时候 其他宾客已经都到了 和陆成一起给老爷子喝了瘦 陆成也一直把我带在身边 结婚两年 两人是第一次在公开场合正亲近 赵志秋感动的眼圈都红了 觉得我的苦日子总算是熬过来了 两人同一套出现 历史之间也被引起了不小的热议 当然今段是神老爷子的寿宴 大伙便只是偷偷好奇 相互问两句 没有过度的讨论 都是一个圈子里的人 陆成认识的 我也都认识 所以和大家也聊得来 这会儿 陆成带着我刚刚和一波长辈打人招呼 许明珠突然从两人身后蹿了出来 搂住陆成的手臂 成哥哥 你已经过来了呀 我刚才还在门口等了你老半天 许明珠的杂杂呼呼 陆成顿时成了脸 抬手就拍了拍被他搂过的手臂 成哥哥 你嫌弃我吗 和陆成发完交 发现我在陆成的旁边 许明珠忽然就没到 顾男生 这会儿许明珠挺诧异他打同框的 毕竟他俩一直不合 之后马上又挽住陆成的胳膊 默契冲冲的告状 成哥哥 顾男生他太不识东西 太阴险了 上回在酒吧 他先动手打人不说 他爱乐人先报状的报警 成哥哥 这种语言心机太重 你赶紧等他把婚离了 不然会起 我捏响了手指关节 我看上回是打轻了 许明珠下来赶紧往陆成身后躲 成哥哥 你看他多凶 你要是不离婚 他以后指不定还要家暴你 陆成的痛处好像被戳到了 他早就对家爆火了 他去了医院 把许明珠从自己身后拎出来 陆成看着我说吧 你想动手 我不拦着 成哥哥 许明珠撒着娇 又要去抱陆成的胳膊 我见状 拉着他的手臂 不以为然地扔在一旁 许明珠 你在碰他试识 不能碰吗 许明珠好笑了 你以为成哥哥真是你的男人吗 你和礼办了吗 有谁承认你是陆太太吗 后男生你有什么资格在这里哺瑟 我和陆成的关系 许明珠查得比人家叮巴还要仔细 人家结婚两年多 睡一张床上几个晚上 他比我气得还要清楚 不等我开口说话 许明珠又趾高气扬地说 不让我碰 想宣示主权 顾男生 有本事你叫成哥哥一生老公 你看他答不答应你 他断念陆成不喜欢我 不会答应我 所以上次在酒吧 他也这样对我 许明珠话又落下 我短脸就看见陆成 喊了声 老公 陆成亲吻了声 答应得又柔和 又暧昧 小两口默契地配合 许明珠还没反应过来 瞬间又傻眼的愣住了 顾男生是故意的 他肯定是故意的 可是陆成竟然配合他了 竟然答应了 还答应得那么暧昧 成哥哥 许明珠不可思议地看着陆成 老夫眼前的陆成 不是他从前认识的陆成 回过神 他又看向了我 顾男生 你肯定给成哥哥换了药 本来今天是想给你留点脸 不想当众揭穿你干的仇事 但是你太嚣张了 简直不把成哥哥放在眼里 说吧 许明珠就从包里拿出手机 翻出相册 递到陆成跟前 成哥哥 你别看顾男生 好像很正经似的 其实早就出轨了 我都有他胡来的证据 不信一看 许明珠一喊叫 周围不少人看不过来 两手揣在裤冬 陆成大漠地 偏一眼许明珠的手机 手机上的照片 我确实跟一个男人很暧昧 这时 许明珠则是横横地看着我说 顾男生 你这次死定了 我见状 垂毛瞟了他手机一眼 有些的笑了 我还以为你拍到 我跟人上场的照片了 我的蛮不在乎 许明珠气得脸红脖子粗 成哥哥 你看顾男生多嚣张 说了都是什么话 一听就是在外面胡来了 路程两手抄裤兜 不紧不慢地看了他一眼 照片里的男人是我 什么 许明珠正住了 照片里的人是成哥哥你 震惊着 许明珠拿着手机仔细看了看 忽然觉得这身影 真和六成一几分相似 成哥哥 这怎么可能 许明珠都不知道 在说什么才好了 一旁 我两手交跌在胸前 似乎非笑 许明珠 连你的成哥哥都认不出来 看来我高功力 对我老公的喜欢了 我说完 一时之间 周围看热闹的人都笑了 许明珠刚刚把手机 拿出来的时候 我就看出来照片 是我出院的时候 路程来接我的情情 就这几张照片 也敢拿出来显白 我真心觉得 许明珠的脑子不太好使 顾男生里 顶着煞白的脸 许明珠恼羞成怒 抬手就朝我挥过去 你敢笑我 看我不打你 手臂还没落下去 许明珠就被遏制住了 他转过身一看 是路程把他手臂抓住了 眼圈一红 许明珠正准备开口 路程冷不冰扔开了他 你还不够资格动他 路程的户短 许明珠眼泪夺眶而出 成哥哥 你别被顾男生骗了 他就不是什么好东西的 他跟你结婚也是 许明珠话还没有说完 路程都理个手机响了 路程懒得理他 他转过身 把电话接通了 这时周围的人在悄悄议论 知情的人在告诉不知情的人 说我两年前就和路程结婚了 许明珠委屈 我往前伴了两步 身子的微微往前一倾 凑在他耳边 许明珠 谢谢你帮我证名分 本来我和路程的事情 没多少人知道 许明珠今晚这名闹 估计圈子里都不少人知道了 许明珠排头看向我 气冲冲的说 结了婚又怎样 现在离婚的多了去 只不定哪天就是你了 我单笑 那也好过从来没有拥有过 我整理着他脸上的发丝 对他说道 省点力气 突然你越折腾 路程越站我这边 许明珠脸一沉 马上把嘴闭上了 之后气呼呼的推开人群 就去找他爸妈了 许明珠一走 路程的电话也接完了 他转过身看着我说 我有点事情先走了 我见状 拉住了他手臂 非要走 路程转过身来的情绪 我不用了也知道 电话是夜厨打过来的 低头看了一眼 我拉住他的手 路程说 老李等下来接你 路程一走 我就找了个角落 坐下来刷手机 看着相关的法务资料 愿会听前面突然一阵热闹 沈秘书长 沈秘书长 梁周 我抬头看过去 看见得到熟悉的身影 下一秒 我便愣住了 沈梁周他回来了 梁周 真没想到你今天能过来 我太高兴了 沈老爷子拉着他的手又问 对了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刚刚下飞机 听说爷爷今天过寿 就先过来给你老人家喝寿 你这孩子有心了 应该的 何况我们两家还是同门同宗同姓 那是那是 钉对那边看了半晌 请过前去错了 收回眼神就继续忙自己 过一会儿 开眼会听前面的人群散开 我和老爷子打过招呼 被先离开了 酒店门口 一阵凉风吹过 我两手下意识地抱一下胳膊 刚才是和路程一起过来的 他提前走了 我都又空了 懒得等老爷过来接 我便自己叫了车 只是这个时间点 车子有点难得等 男生 在酒店门口等了一会儿 后来有声音传了过来 我看眼一看 只见一辆黑色的红旗停在我跟前 后车窗打开着 是沈良舟在车上叫住我 下一秒 我便笑着打招呼 是你啊 沈良舟道 送你回去 我没有上车 沈良舟解释道 我去玉陵湾 顺路 很显然 他对我的近况很了解 沈良舟都这么说了 而且他的秘书已经下车帮我打开了车门 我只好上车了 我上车之后 沈良舟笑着说 好久不见了 我笑回 好久没见了 两年前 我和陆成领政之前 沈良舟来顾家提个亲 我拒绝了 沈良舟被调走离开A市时 约我见一面 那时候我们都给去塞亚了 所以这一别 就是两年多 车子启动 我把话题转移到了沈良舟身上的 这次是调回来 还是回来休假 沈良舟回到 调回来了 通知这两天会下来 我笑道 肯定是高升了 先恭喜你 秘书见沈良舟今晚心情好 柳头就和我说 顾小姐 秘书长这次调回来 是生了市长 别烦我才是 只不过 沈良舟确实把我算准了 我不会争取讨好人 任你有多大的权利和职位 与此同时 医院里 医生处理完夜楚 额头上的伤口时 夜楚难为情地 看向陆成道歉 成对不起 又给你添麻烦了 又耽误你时间了 陆成没有接他的话 只是问了 他又哪里伤了 夜楚摇了摇头 没有了 陆成道 那先送你回去 送夜楚回去了路上 陆成的表情一直很淡漠 仿佛旁边是一团空气 夜楚两手紧紧拉着安全带 盯了陆成看了一会儿 他才开口道 也不知道我妈这段时间是怎么回事 情况好像越来越严重 犯病的频率也高了 还好夜凡这段时间住在老师家里 不然今天这情况 他肯定要吓坏 夜楚的额头 是他妈晚上犯病时砸伤的 下诚在处理他妈妈的事情 陆成只好陪他来医院 两手握着方向盘 陆成转脸看了夜楚医院 考不考虑送医院 陆成口中所指的医院 是精神病院 夜楚摇了摇头 李博估计就出不来了 他就不能再过上正常的生活了 所以还是我自己照顾吧 我相信我妈可能会好起来的 夜楚这么说 陆成便不提建议了 两人陷入沉默时 陆成的手机突然响了 接通电话 孙木白的声音传了过来 三哥 沈良舟回来了 孙木白说沈良舟回来了 陆成脸色皱变 心情一下就不好了 这时孙木白又说 我刚看到他把男生接走了 一时之间 陆成的脸色可想而知 挂断电话 哈哒就把手机扔在衣包板上 副驾驶坐内 夜楚吓了一跳 阿诚 怎么了 陆成没有理他 一脚油门 几分钟就把夜楚送到他家楼下了 夜楚下了车 还没来得及和陆成打招呼 陆成踩着油门就绝承而去了 车子后面 夜楚勿送给他的离开伤感了 肯定是和男生有关 便是陆成十几年 除了我以外 他从未见过陆成为别人这么生气过 要是对别人 那也和我有关 对了 还有一个人 也是一个女人 厉害的女人 直到陆成的车子完全消失在他的视线里 夜楚在楼下站了好一会儿 这才转身回家 二十多分钟后 陆成沉着脸回到家里时 江嫂诧异地问 少爷 你和少夫人不是一起出去的吗 怎么一个人提前回来了 陆成脸色更差了 问道 男生还没回 还没呢 江嫂说完 陆成扯开这衣的鼻子 从兜里摸出香声和打火机 点着烟就上楼去了 卧室在落地窗前 陆成扶着声圈看着窗外 想着宋白刚才那通电话 心里就一阵我火 拿起手机 他正要让夏成查一查我时 卧室的房门突然被推开了 看陆成在家里 我惊讶地问 你回来了呀 尽管陆成刚刚到人家先走了 我眼下还是没有跟他计较 陆成却不一了 冷不经把剩下的半截香烟掐灭在烟灰缸 问道 你怎么回来的 陆成这么一问 我顿时就明白了 他知道沈良州回来了 也知州是沈良州送我回来的 你别想找茬呢 没有找借口 更用心去闪躲 我落落大方的说 梁州回来了 顺路送了我一程 我得一句梁州 陆成火冒三丈 梁州 顾南生 你倒是喊得亲热 接着又说 他沈良州住那 他就跟你顺路了 我打回来一点 陆成就这么气 我今天晚上要是不回 他估计得把石翻过来 最关键那一次之后 我不再喊他成 而是喊全民 这一对比 陆成心里更不好想 尽管陆成态度不好 我还是很稳定的说 我那会在等车 他正好也回去 陆成却说 木白 沈雷他们不在 周北没时间陪你 你坐谁的车不好 你偏让他送 我没说让老李过去接你 陆成的心意不牢 我也不一了 今天晚上这事 要是论不起来 还是他陆成迷你在休 于是我摘下头上的发夹 他搭拥在柜子上 看着陆成说道 别的女人一通电话 你扔下老婆就过去 虚寒闷闷 陪他去医院 你这会儿哪来的脸 跟我大呼小叫 哪来的脸质问我 没你闹着这出 我能坐沈梁州的车回来 陆成 甚至我平时不跟你计较 就是好妻子了 我告诉你 我哪天真跟别的男人跑了 那也是你陆成亲手推出去的 有些话 我憋在心里好久了 一直觉得我俩关系就这样 没有必要说太多 我把孩子怀上就行 陆成却太得一寸进一尺 太不识东西了 我冲他摔东西 陆成更魔火了 他说沈梁州一回来 你就浑身是李 顾南生 你要说你连二心 我怎么那么不相信呢 看陆成根本意识不到他自己问题 还把责任推到沈梁州的身上 我气冲冲又说 是啊 我他妈就是有二心了 还有陆成 这日子你要不想过了 你给个混话话 没必要借题发挥 你要是不想赞这离婚的名 你给我安什么名 我都没意见 这日子我没法过了 一天都没法过了 他自己陪叶储去 一论屁是没有 我搭都送中车就不依不饶 没这么双雕的 妈的 这人我不伺候了 管他是什么祖宗 能让我生多少孩子 我都不伺候了 我再次提到离婚 陆成气得牙痒 嘴角扬起一抹讽刺的笑 眼神却冷得要命 走近我 他抬起右手就掐住了我脸 顾南生 你要是后悔 当年给我答应他沈梁州 要是想跟他沈梁州好 你别藏你噎着 你要是大大方方的承认 我指不定还能成全你们 我冷得拿开他手 是 我是后悔当年给我答应他的提亲 是想跟他好了 不怕人家还就过我 在这也先多谢你的成全了 不等陆成反击 我又气气地说 而且陆成我也不怕告诉你 我顾南生嫁谁 都要比嫁定我陆成强 所以你赶紧地把这错婚离了 别耽误我找幸福 结婚两年多了 我俩这么很多次 陆成也说过不少过分的话 我以为自己已经用免疫力了 可陆成今晚的反咬一口 我着实气不过了 脾气再好 也是有底线的 所以没像往常那样 三言两语把他哄好 而且顺着他的话吵了下去 我顺势推周了这番话 陆成的脸色 原家炒菜的锅底还要黑 我揣进兜里的两手 手背上的青筋都抱起来了 低头看着我 他冷笑道 我耽误你的幸福 行 顾南生 我看你离了我能怎么幸福 说吧 他转过身 通了一声就拴门去了 要是还不离开 陆成也不敢保证 我人家话两话地吵下去 最后又会是什么样的局面 会不会又像那次一样不可收拾 因此硬生生压着脾气先走了 屋子里头 可听着那声重重的拴门声 抬起右手就扶住了额头 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妈的 这日子没天是消停的 酒吧里 陆成也连喝了好几杯酒 心里的怒火还是没有散去 冷笑道 想要我成全 他顾南生白日做梦 陆景阳则是大喇喇地说 哥 你再这么下去 我家生姐不用你成全 也会被人跑的 陆成一个冷眼扫过去 陆景阳连忙改口 你家你家 你家的 一旁送败说 三哥 梁中不过是顺路送送 其实你没必要这么介意 陆成不想 他就是介意 就是小心眼了 陆成不说话 陆景阳又包着坚果说 他有什么好介意的 我静在一边不管 去对别人的女人好 他哪有自个生我生姐的气 这是搁我身上 我早就把我哥留了八百回 再说傻不傻呀 其他女人跟你有半毛钱的关系吗 陆景阳吐槽这番话的时候 苏木白在旁边拉都拉不住 这傻兵是不是旺吗 他上次被调去大西里三个月 就是因为口无遮拦 这才回来几天 苏小的调走 看陆景阳痛痛快快说完了这番话 苏木白又哭无泪的说 就一个人长嘴了 陆阳紧躁 必须得替我阴姐打抱不平 要不然我哥还以为自己站了多大的理 苏木白道 苏二爷 你哟 有了苏木白的夸奖 陆景阳笑得更得瑟了 只是眼神无意看向陆成的时候 整个人顿时就粘了 脸上的笑意也僵持了 此时此刻 陆成看他的眼神 几乎能放出冰刀子 陆景阳道 哥 我刚刚只是嘴快 你千万别再把我掉到那些偏远的地方去 不然我以后真没法靠这张脸吃饭了 陆成喝一笑 陆景阳的头皮都抹了 皮笑又不笑的 陆景阳说 车 你没叫我走 我给你去生姐那边当卧底 我去打看一下生姐的真实想法 陆景阳说到当卧底 陆成的脸色才有所缓和